好,同学们,大家下午好啊,我是西蒙教育的Conser啊,那么我们今天的时候呢,来分享一期视频,来说一说呢,就是你从事网工这个行业都要掌握哪些技术,啊,其实技术点千千万,是吧,你呢,不可能说所有的东西你全都是,全都很熟悉,这个概念不太大啊,那么我们就说一些比较常用的,因为上次的那个那期视频里边的话呢,我专门说了几个,呃,技术点,是在面试的时候特别容易提到的,那这次的话呢, 我就算是延续上次,啊,给大家说一说呢,你在项目中呢,必备的一些东西,好吧,必备一些技能啊,第一个,设备,你对于每一台设备的常见型号,比如说主干品牌,啊,思科,华为,华三,瑞杰等,这些主干品牌的里边的常见的系列和型号的一些区分,好,你比如说华为的交换机,是什么系列啊,对吧,方航祥,USG是什么样一个概念,对吧, 木游戏是有什么样的系列啊,对吧,等等,或者说他那个,你看那个,那个AR和那个,我们比如平时看到那个,那个NE级的,他有什么差别,等等,就这些知识是什么要有,好,第二,设备里边的话,从这个设备如何基本组装,这个,呃,开机,呃,一直到这个设备里边的话,开机之后的话,得 对于许可的这个认识,这个你要找,对吧,就是我现在的话,这个设备开机了,我升级完系统了,呃,先不说升级,就是我开机之后,里边的话,这些功能能用吗,里边这些lessons,就这些许可的话,什么时候到期啊,等,这些信息的识别,你要有一定认识,对吧,好, 第三,这个设备里边的话,有些公众不支持我,这个时候我要对于,不同的这个系统版本的镜像,你比如说,我们看到华为里边,经常有说我们V300的镜像,V500,V600,等等,那这些不同的系统版本的镜像呢,他有什么,呃,一个差别,对吧,什么样系列的,他怎么从官网上去查,啊,你,你哪个系列,他到底支持哪些功能,那这是,这些你大概要有一定的认识,尤其是说,在 在项目现场的时候,我们拿到一个设备,怎么去做设备升级,哎,怎么去升级镜像,这个你要会,对吧,你各种不会这么扯淡吗,肯定不行,好,刚说这第三个,第四个,啊,第四个,你对于一些常见连接戒指,你得认识吧,网线是什么,光线是什么,光线我们看到的什么,什么LC接口,什么FC接口,对吧,啊,什么SC接口,就这些 东西是怎么回事,对吧,那哪个口怎么,怎么个概念,好,那,光线网线,怎么转换,对吧,就是那个光线收发器,那东西怎么回事,啊,就这东西你要有,光模块,对吧,绑卡,啊,这些东西你要有一定认识,就你不能说到我,我一到现场一看,哇靠,这东西都是什么呀,不认识,我对吧,我印象中,我那部游戏不到我们家那个,那么大那个,是吧,肯定不行,对吧,啊, 你到那之后,你懵逼了,肯定,肯定不可以,啊,啊,就这些东西的话,首先来讲的,就是,你真正去干活的时候,你要掌握的,但是说一个更浅显的,就是,网线你最基本得会吧,对吧,对吧,你成白城,卫白安,白贵宗,白宗,是吧,就最基本的,你这种网线先训,这都很熟的,你不能说,你比如说,你出去干项目去,你百度一下,网线先训是吧,这肯定不行,对吧,你整个给人的感觉, 状态,就不好,好,那么这些的话呢,都是说,你到了之后,你看到这些东西呢,你的一个基本认识,就是这是一个工程师最基本,最基本的认识,对吧,设备怎么上架,对吧,等等之类的,接下来,这设备开机了,我要进行调试,对吧,调试,怎么打开我这个设备,比如说你这个,设备怎么给它开起远程,对吧,怎么开外部界面登录,对吧,写静态固油,啊,这些东西肯定, 肯定是要知道的,好,到这为止,这是一个,一个最基本的,一个基本工,就是说你,一个做一个工程师,你在人家科学现场之后,这是一个最基础,最基础的部分,好,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,那在我们在真正用的过程中的话,还有,还有哪些东西呢,好,你比如说,想想,我们用特别常见的,你这个企业网,NAT技术,NAT干嘛,共享上网的,你这些东西不会行吗,对吧,之前我那个妻子也说过,对吧,你这肯定,肯定也会吧,你,你,你, NAT,只要是企业网,只要接宽带,他肯定在用,好,我这快到时间了,是吧,行吧,行吧,下次再说吧,我这可能得讲个五六七,行吧,就关于这个题材,我给大家讲个五六七啊,然后呢,那个,是还有二十多秒啊,然后时间不够了,好吧,咱们下期继续分享吧,这是太仓促了啊,好,那个,如果大家有什么,其他想了解的题材,记得私信我,好吧,或者说是评论区留言啊, 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同学们,好,拜拜